徐芳和张道爷没吃多少东西 肚子里全是火了 等吃完饭把酒盐车下 徐芳和张道爷 到了耳房里头 咪了一觉 等一觉醒来 闪会就过了 徐芳睡不着了 就单等这几个叹心的 时间不大 叹事的人陆陆续续回来 都是一句话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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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么一句话 徐芳的心 咯咚一声 敢咋当心的人呢 就有一个没回来 这人姓李叫李七 就等他的 徐芳的就失望了 甭问那位回来 也是空虚白回 哪知道这个李七啊 从外边下了马 手里劈着马鞭子 大不流行 进了后 庄主爷 哎呀 庄主爷 庄主爷 我可打探出消息来了 这一句话 大厅里就活跃起来了 徐芳一蹦多高啊 过来把李七拉住了 说 咱打哪呢 燕花天罪有消息了 有 有 徐将军您甭着急 听我慢慢跟您说 哎呀 我呀 负责背西面去 一口气我骑着马呀 出去四十多里 结果一打听 谁也没看见 我就失望了 到中午的时候 我就想着回来 又一琢磨 三号天溜达溜达 万里有个一 能打听这下落呢 故事又往西边走了 十里 嘿 嘿 我正好路过一座庙 叫报恩寺 听小和尚告诉我 昨天 他们在山剑里头 找着一辆车 车上的人 都受了重伤了 据调查了解 可能车速太快 跌落到山剑里头 伤口都摔死了 人还没死 后来啊 这小和尚报个方丈了 还是出家人心好 命人抬着软床 到那会儿把这三个人 全都抬到报恩寺 老方丈亲自给调治 据说都保住性命了 都在报恩寺里 许方一平的心 呼啦一下 开了两扇门呢 样样事全对上号了 证明这个消息可靠 许方在州里一伸手 拿出十两银子去 我你叫李七啊 是 妥了 这十两全归你了 给你点奖赏 别别别 这是我英俊之德 拿着 不不不 下次我也不敢要 怎么办吧 你要不敢要这么多 给你五两 我再留下五两 大伙伴一听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把李七也逗笑了 于庭于说拿着吧 徐将军的啥 其实许方开玩笑 能留下吗 把十两银子给了李七 李七千万万千 说这么办 要上报恩寺 我给领道 我去找那小和尚去 我们都熟悉 其实一批报恩寺 于庭于说不用你去 我跟那块的方丈 不分彼此 当那块就把燕王 给接回来 徐方就问 报恩寺的方丈 跟您挺熟 太熟了 不但跟我熟 跟你还特熟呢 徐方 你知道这老和尚是谁吗 谁啊 就是想当年的 盈州王 刘福通 他不提刘福通便罢 一提刘福通 徐方当时惊呆了 脑子里 一刷拉一刷歌 数年前的事全想起来了 在大前文书 咱们说过 刘福通哥的 大哥叫刘福生 他叫刘福通 大哥自立为大瑶王 他自立为盈州王 那在长江流域的活动量 相当之大 因为他们手下的弟兄 头上都裹着红金 故此也叫红金军 杀官夺服 皆干而起 专门反对大员 后来跟朱元璋 发生摩擦了 咱们曾经说过 张家庄徐方出世 就这小挫子 刚跟老师那学院徒毕业 正好遇上盈州大王 刘福生 由于彼此误会 徐方发了一标 这一枣呼标 打在刘福生眼睛里 结果刘福生 唯此而丧命 他兄弟刘福通 为了给哥哥报仇血恨 在乱石山千伯寺 摆下石王兴隆会 请朱元璋去赴会 朱元璋为了防备 恐怕遭人暗算 带了两人 一个是剑霞乌针 一个是小挫子去放 结果军臣三人 被困乱石山 朱木英出世 一对金锤锤阵乱石山 长玉春一声大山口 枪飘铁花车 在那救了家 把这刘福通 生擒活达 朱元璋有好生之德 不但没追究 刘福通的责任 相反给他榜生解开 百般安慰 独济前仇 为此 刘福通深受感动 给朱元璋磕撒头 口口声声要报恩 说我要网陪人皮 陈世上没有我姓刘的这号 从今以后 我要落法威僧 这刘福通说话真算数 打那一口气 把头发剃了 身为三宝弟子 出家在什么地方呢 一开始没有庙门 到处化缘 当流浪僧 以后就在这地方站住脚了 自己手边有点积蓄 再画点圆 修了一座报恩寺 给谁报恩呢 就是给朱元璋报恩 朱元璋不把我放了 我没有今天 打那以后 陈世上就很少提他的名字 就似乎这个人已经不存在 实则不然 刘福通活得挺样式挺样式的 武功根本没扔下 他跟于婷玉是莫尼的好朋友 于婷玉还是他庙上的大乡主 每封年姐都到这来募捐赶还 给送一些祭品 没事两个人还下下棋 还谈天论地 谈他武功 很合得来 今天李七一说这个事 欲听欲高兴 大包大揽 刘福通跟我不分彼此 到这一句话 全完事 快点 咱马上起身 赶赠报恩寺 徐芳不那么想的 徐芳本来挺高兴 一听刘福通这仨字 心情压抑 低头不语 欲听欲就问了 徐芳你怎么了 应当高兴 我高兴个屁 哎呀 怎么倒霉呀 虽然是过去的事儿了 我叫这刘福通 跟我完不了啊 我们俩是针尖对卖忙 如今我有求于他 他能不能拿把呀 哎你放心 过去的事还提上 刘福通过去是一家返忙 如今是三宝弟子 事隔多年 谁还能计较老账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但愿如此 刘福通要是正人君子 那我是求之不得 不过我总假的 这玩意差点 这么慢经营 去也可以 我先别露面 您跟他谈 听听他的口风 要不然我们俩 搂的一见面 事出突然 他再引起反感 明明好事儿 变成坏事儿了 您看我说的有理 张道爷一听对 须方所料极事 有道是人心割肚皮 做事两不知 他贸然的一登门 万一刘福通 想起当年的事儿 一有反感 这事儿麻烦了 既然你跟他不错 凑凑他就话了 他要不计前仇 那不更好吗 哪怕让须方给他 陪陪你认认罪 我们高高兴兴 把燕王接回来 一天云子就满散了 好吧 于婷玉点透 既然投着自己门下 自己就得大包大揽 张道爷那么高的身份 不便跟随 张道爷就留着朱林庄听笑 西方呢 仍然使用老办法化妆 上个小书头 跟着于婷玉 赶奔报恩寺 路上咱没话 闸眼之间 他们离开村庄 离七眼路直到报恩寺 虚方投眼一看 哎哟 这庙可够大的 背后靠着一座小山坡 青山跌脆 风景不化 庙门对着大道 来往的行程车辆 是必经之路 离这庙不远 是个小村庄 还有酒饭茶馆 看来还有个小集市 经常有人在这做买卖 也不那么荒凉 一看这座大庙 三道山门 完全粗着红色 黄绿琉璃法的顶上 门闭着 上的都是寿面 标着金环 正中央大脸 写着报恩寺 三个字 离七站住 就这儿 嗯 于婷玉告诉西方 你不要着急啊 也不要严育 你看我的 啪啪啪扣打妙门 时间不大 小门开了 出来两个小和尚 这两个人脑瓜 剃得赠名刷亮 双掌合十 大问讯 阿弥陀佛 我 呦 于是如 山哉山哉 您怎么高兴上这儿来了 啊 我想你师父了 到这儿来看看 老方丈 在吗 在在在在 我们这儿来了几个病人 哎呀 我们老方丈忙坏了 日夜在旁边守候着 给这几人治伤 徐方一听 心里的高兴 看来这消息更确切了 一点错也没有了 赞愿刘福通 你是度量大一点 哎 这事就好办得多得多了 这时候呢 于婷玉说话 小师父 老你们金身大驾 给我送个信 我要见见你家慌张 哎呀 您还是外人吗 赶紧忘离情况 说话之间 众人进了庙 有人把脚门关闭 直到了后院 小和人先聊聊 进了屋的 时间不大 就见里边晃动身轻 走出一位胖大的僧人 徐方都认不出了 一点都不像刘福通了 就是这个脸面 那个鼻子 那个脸 那个眉毛 那个眼 你仔细看 还能辨认出来 不然的话 走到街上 干脆不认得了 就见刘福通 满身僧衣 手里拿着素术 红光满面 并发节拍 脉步来到于婷玉面前 于师主 您怎么来了 老方丈 我来看你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咱们老弟老兄的 你还老来看我 赶紧屋里边请 不不 这屋我听说 来了几个病人 对啊 你听谁说 我听别人说的 我打算到这看看 怎么样 哎呦 一个病人看什么 不 我有点事 能否让我看一眼 看看吧 刘福通往李箱上 小琢子也跟着 挑连龙进了屋了 徐芳等到屋一看 好像没蹦起来 什么原因呢 这屋里头 有三张病床 徐芳看得很轻 靠边上这张 正是燕王诸地 燕王啊 没啥变化 比那死人嘛 多少多一口气 看那个胸口 糊涂糊涂的 脸色非常难看 第二个是 猪身猪永洁 但这猪身可变样的 腿跟胳膊 都大着绷带 在脑袋 好像溜斗 臃肿高大呀 看着样摔的都不成人形呀 第三个 就是老头杜坤 杜坤刚惨 一只胳膊 一条腿没了 接只给结下去了 正儿刚分手 才多长时间 就这么大变化 徐芳能不吃惊吗 一瞅这仨人 都跟死人差不多 啼鼻子一闻 满屋里都是 煎药的药味 有几个小和尚 穿得挺干净 在这儿服饰着 徐芳真想蹦起来 问问经过 又一想慢着 我说化妆而来呀 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 哎呀 真急死我也 仗着他个小 又在于婷玉身后 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于婷玉也是一皱眉 挨张病床看了看 二话没说 刘福通望外向让 这才来到客室 到了这屋的 奔兵主落座 徐芳站到于婷玉身后 刘福通就问 于侍主 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天您突然驾到 有事吗 于婷玉一笑啊 老房长 听真人不说假话 为什么 我先要进病房去看看 我就为三人而来 哦 您跟这三个人熟悉 太熟了 请问老房长 你知道这三人是谁吗 这我不清楚 我就知道 他们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 自从抬到我的庙里的 人是不行 谁也没说过话 我上哪里 哎呀 老房长啊 我告诉你吧 靠着井边上那位 年纪比较轻的 那就是红五万岁 朱元璋的四儿子 燕王千岁 朱棣 挨着他那个 是朱元璋没出五福的弟兄 叫朱棣 那老头 靴胳膊扫腿那位 就是明凤山的老寨主 寻山走杜坤 于婷玉把这话刚说完了 就见刘府通 双眉道树 站起身躯 阿弥陀佛 善灾呀 善灾 若非于施主提醒 劳僧 我一个都不认识 哦 这当中还有燕王千岁 可不是吗 这一点都不带错 于婷玉接着又说 老方大 您真是出家之人 佛光普照 大慈大悲 要不是您手下的弟子发现 这三个人谁都活不了 您看看 您还能派人抬到报恩寺 您还精心在这个护理治疗 真是大慈大悲呀 这三个人保住命 我相信连他的家属 在文武穷臣 当兵的弟兄 没有一个不感激您的 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本分 何需要报答呀 于是如 那么这个消息 你是听谁说的呢 这老方大 你别忘了 当初我在大明也做过官 能没有几个朋友 别看我在朱连庄 耳目比较灵通 有人早把这消息告诉我 哦 那就好 那么请问于世主 你除了看看这几个人之外 还有别的事吗 嗯 还有点 老方大 我想问问您 那么给这三个人治好了之后 您打算怎么处理呢 是把他们送回太平府啊 还是怎么的呢 我打算问问 如果庙上忙 不如把这三个人就交给我 带到我们朱连庄 我替您把他们打算了 哈哈哈哈 于是如 不必了 你要不提这三个人是谁 我给他们治好了 分文不取 问明住址 让他们的家属来接人来 如果不用接自己能走 我就把他们开门一发 爱上哪上哪去 可是经理发财 他们一提醒 我这才知道 里面有朱连庄的儿子 老僧就改变了主意 我打算给他们治好之后 套一辆车送往南京 交给红万岁 叫他罚落 严汉 玉庄 玉庄坏了 交给朱连庄 还好得了 老方丈 那你这又何必呢 为什么把他送到南京呢 哎呀 于是主 你怎么明被人说胡说话 这个朱连是个什么人 你清楚不清楚 他是国家的叛臣 朱家的秘子 父母的恩情 对我多大 他不但不报恩 相反领兵带队 以死罚父 简直是乱了轮了 这种事情 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老僧 最恨这种人 再者一说 朱元璋对我有好处 我为什么修报恩赐 就是报朱元璋 不杀之恩 因此 我更要把这朱连送到南京 移尽老僧 我一份报恩之心 小祖子 徐方在旁边 一拨了脑袋 徐方一定坏了 我不出我所料 这事儿遇上麻烦了 有心说话 认为还不是自己插话的时候 把他急着撒着眼 直刺眼 在后面直咳嗽 咳咳咳咳咳 这出这个劲 于庭玉也上了活了 料为思索片刻 老方丈 话不能这么说 你看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我认为朱连这个人还不错 当然咯 从表面上说 儿子大爹 大逆不孝 反对大明属于乱臣则子 这是不假 但这总有个原因吧 言从哪闲 醋在哪酸 万事都得有个根本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据我所知 朱连是被迫无奈 老方丈 你比我聪明的多 当初你是一路的返王 经的多 见的广 人情道理比我透 那么请问 孟子说过这样的话 说军不正 臣不忠 臣头外国 父不正 子不孝 各奔他乡 于婷于这话 还没等说完呢 刘福同 把眼睛一瞪 这才有一场 你来的 发败 谢谢大家